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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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盘面上来看 在今天的中信一级板块上 领涨的是建筑 银行和钢铁 其中建筑和银行涨幅超过2% 领跌的是房地产 计算机和传媒跌幅均小于1% 来看一下今天的时到活跃个股 排名第一位的是贵州茅台 总成交11.2亿 净买入0.34亿 排名第二位是中国平安 总成交9.02亿 净流出3.51亿 接下来还有万科A 伊利股份 中信证券 排名后五位的是新业银行 中国建筑 中国巨石 五粮业和海康威视 前面先来看一下刚刚出路的最新2017年数据 今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中国2017年GDP同比增长6.9% 预期6.8% 2016年是6.7% 实现了7年来的首次提速 四季度的GDP同比是6.8% 预期6.7% 前值6.8% 全年来看2017年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 创2014年以来新高预期是6.6% 2016年是6% 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2% 创2003年以来的新低预期是10.3% 2016年是10.4% 另外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 创近18年的新低 那么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要财政策的A股分析师黄财 财猫猫猫 你好 美财猫好 大家好 那么还是先跟猫来看一下大盘啊 那么今天看见大盘是全天处于一个震荡的状态了 尾盘呢护只去到了3474点的这个阶段性高位啊 那眼看着就冲着3500点去了 就除此之外呢 创业板跟中小板呢 这两个股指是没有什么变动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的下跌了 那么其他的股指基本都有所上涨 那么结合刚刚出炉这个数据啊 看见是17年这个全年GDP的增速 应该是大家预料之内的一个情况了 细分数据就比较参差 无论是12月还是全年数据呢 见到零售和投资的增长都是创了新低的 那怎么看今天的数据表现呢 对于明天的股市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 那么总体的一个经济数据 关于这个中国2017年的一个经济运行来看呢 是比较健康的啊 那么基本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数值 那么稍微提一提就是这个全国消费方面呢 12月份出现了一个回落 那么回落的原因我觉得呢 一个是这个上年12月相对这个基数比较大 那么第二个呢 可能是因为今年这个18年的一个春节啊 较去年呢稍微比较靠后 那么去年造成的这个 大家备货啊 可能就是在18年开始备 而没有太多的在这个去年年底啊 去买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这方面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值得这个18年留意的一个因素啊 是啊 这个全国固投资产 固投的一个增数啊 是不断的 还是在一个啊 向低走的一个趋势 啊 那么这呢 可能对未来 今年这个基建方面呢 有一定的一个负面影响 啊 那么 呃 大盘来看的话呢 今天在这个宇宙大行啊 这个工商银行的一个啊 迅猛拉升之上之下呢 啊 上证五菱啊 也是啊 连续15日的连扬 那么带动这个护子啊 再创下这个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记得早上呢 就跟大家提过 这个自2016年以来啊 这个护子啊 成交量啊 当天如果超过这个3000亿之后呢 啊 可能面临着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啊 到顶的一个风险啊 那么这呢 只是啊 是遵循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那么我们都做投资的话呢 还是啊 尽量的去啊 跟随这个大概率事件走 那么毕竟这个薄小的几率啊 是相对比较难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啊 手中这个有这个盈利较好的一些个股 也可以稍微做一个减持 那么不排除呢 啊 未来会迎来一个啊 我们说回调调整的一个风险 那么就今天的水啊 的一个情况看的话呢 那么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是有一个破顶啊 那么MACD红柱呢 也是向上拉升啊 出现一个扩大的一个表现 啊 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港资方面 也是还在净流入啊 那么大体判断呢 目前啊 风险还是呃 相对来说啊 可以控制的 那么明天呢 只有可能会冲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进一步做一个啊 止盈离场 嗯 那么我们见到其实刚刚出路这个数据呢 应该说彩蛋不是特别多了 嗯 那么所以呢 各种的消息都在市场预期之内的情况之下 近期可能回调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 大家还是持续保持关注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剩下的焦点新闻 1月18日工信部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审核部部部长 在2018年国际新能源汽车用户评价与应用创新研讨会上透露 针对新能源整车和产品的标准在逐步的调整 接下来还会发布新的号令 目前正处于向工信部和各个私局征求意见的阶段 至于初步估算大约230多家企业在2018年必须制定相应的计划和措施 要达到39号令要求 否则企业所有的产品都会将在被公告里清理出去 那么另外商务部也称2017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增速是达到53.3% 预计2017年二手车的交易量是超过1200万辆 那么我们见到今天整一个新能源车板块呢 随着今天大盘比较震荡呢 也是在比较震荡的一样走了 那么尾盘是收涨的 但是关注到这一个龙土企业是跌多涨少啊 现在其实对于整个新能源车 或说整个汽车板块来说 是不是一个买入的好时机呢 好那么暂时来看 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最近是一直在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 那么也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买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暂时做一个关注吧 那么等待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呢 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判断 那么就今天出台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啊 那么里面呢 沽上了一下大概10%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企业 在新的一年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呢 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那么未来这些越来越严厉的这政策出台啊 意味着整一个市场呢 将会这个集中度啊开始 在早期就会慢慢地呈现一个像比较集中度提高的一个表现 啊那么这呢 也是比较有利于这个啊 从事啊这个车企的一些龙头企业 好那么啊 目前这个基本面来这个消息面来看的话呢 那么一个是之前啊这个汽车免征这个购置税延迟到2020年 那么现在等待的呢 就是这个退补啊 方面的一个力度啊 那么要关注这个啊 退补方面啊 会不会出现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表现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链啊 这个锂电池方面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新的一个政策出台之后呢 将会提高这个动力电池里面的一个啊 我们说它的一个能量密度啊 那么这呢 对啊新一新一年的这个锂啊 啊包括估这些电池原料的一个啊 啊需求啊将会带来一定的提升啊 那么看到呢 最近这个锂电池的一个板块也是在一个超跌啊 底部的一个情况下呢 是有一定的一个啊 反一个一个作用的一个表现 那么具体呢 还是要关注啊 拥有这一些啊 锂矿啊 沽矿铜矿这些啊相关的一个原料啊 这一个资源的一些公司啊 比如说这个洛阳木业呢 那么最近呢 也是啊 港资方面连续的一个进买入 那么累计呢 也有这个15亿啊 左右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啊 那么未来也可以持续关注这样一个走在这个上升市头里面的一个强势个股 嗯好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涨幅也是比较好的整一个建材板块啊 那么相关的一节这个焦点新闻呢 是说近日中国水泥协会的副会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水泥行业2017年总利润在900亿元左右 并认为今年的利润将实现大幅度的增长 有可能超过1200亿 那么这一位副会长还认为呢 2017年四季度水泥价格的大幅上升 为2018年的价格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虽然全年依然会有波动但是总体向好 那么Mark我们见到午后呢 整一个水泥股是有一个小幅的抽升 其实整个建材板块也是走高了 那么见到其中呢 我们之前有关注过的海洛水泥是涨2.45% 上风水泥涨3% 那但是呢 受到春节临近跟降水影响 水泥需求是进入一个淡季的 也有市场人士预计啊 在春节之前需求恢复都比较差呢 水泥价格很可能继续下调 其实水泥股的强势是否暂时性呢 水泥板块之后的走势又将如何呢 好 那我们像这个看周期股的一个投资方法 那么都是做一个波段性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预计这个行业 未来一年的格局啊 是会变得更加优化 那么有利于这个集中度提高 那么是直接龙头股方面会受益 那么今天呢 也是在开年提到的这个 各地呢 是分分出了自己这个基建计划 那么这能够拉动这个基建啊 同时呢带动这个建材方面 比如说水泥方面的一个需求啊 那么即使是说最近这个消息面偏利空啊 一个是这个季节性的一个偏淡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水泥的一个赎料的一个价格下降啊 带来的影响 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 18年全年呢 还是维持一个啊 水泥一个盈利水平向上啊 持续爬升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时候呢 对于一些啊 水泥个股啊 可以这个逢啊 回回调到这个关键的一个点位的时候呢 可以加啊 可以做一个加持的一个啊 布局啊 毕竟呢 预计全年这个水泥板块的行业的一个利润的空间呢 还是有待啊 进一步的一个提高 那么具体股份的话呢 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特别在这个新疆西藏部分呢 从事这个水泥的一些股份呢 比如说这个天商股份呢 最近的一个量也是慢慢在堆积起来 那么走势上面来看呢 绿柱啊 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个 K线方面的一个走势啊 是慢慢在上创这个五日线 那么也是显得比较稳健的一个个股啊 那么这个结合之前的一个股价 暂时来看也不会说 特别的一个高估啊 那么可以关注这样的一个个股表现 嗯 那么其实应该说 整个水泥板块在2018年的Mark 还是认同这个水泥协会的部会长所说的 可能会有波动 但是总体是想好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下一节新闻 关于平安集团的分拆上市 就平安集团科技板块上市 1月18日 平安集团官方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 对于有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事情 保持开放态度 个别业务上市确实在筹划中 但是还是没有时间表 那么此前呢 室友媒体报道称 平安集团你年内分拆旗下 4间子公司在港挂牌 总估值高达6341亿元 陆金所及平安好医生 将于月底提前申请上市 前者目标最快是3月上市 后者是你第二季挂牌 紧随其后还有金融 医仗通缉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计划最快是下半年上市 那么见到整一个与这个平安集团相关的保险板块呢 下午是有一个回吐啊 那么有一个领跌两市的一个态势在了 见到新华保险表现比较不好了 国售也是跌要1% 太保跌8% 那只有平保呢 因为可能有一个分拆上市的消息呢 是升0.6% 其实对于最近的保险板块怎么看呢 如果说真的在香港分拆上市的话 对于A股平安保险的这一个股价 能否有一个刺激作用呢 好那么对于平安本身来说呢 分开分拆这个上市的话呢 一方面能够为公司融这个子公社 融得更多的一个资金啊 那么是投注这个运营里面 那么是利好基本面的一个因素啊 那么也会从股价上面呢 起到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 好那么就这个A股的 其他这个保险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主要是这个市场上面 还是比较多的一些偏 这个打压性的一些新闻啊 比如说这个保健会呢 是对这一些相关的保险公司的 一个代持股的一个行为 是做了一个严厉的一个第二轮的一个查处 那么这呢在这个投资情绪上呢 是带来一定的这个打压 那么从股价上来看的话呢 也是啊上升了 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表现啊 那么短期需要有一个回调啊 那么从这个股价上来看的话呢 那么中国平安现在啊 在这个位置上呢 是有一个上影线啊 那么不排除呢 可能会啊这个应该是偏一个顶部的 一个修筑的一个动作啊 那么也是啊暂时去回避 那么关注到这个港水港汁 这最近呢也是在连着几天卖出 啊那么这个位置上呢 没有必要是去做一个加持的动作了 嗯那么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毛的分校 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讲 关于一只港股啊 是西马3309 那么见到近日呢 港股的走势呢 是气势如虹了 那么在今天也是冲破了 3万2千点又创历史新高 那么见到这一只西马呢 是近日上市的一只新股啊 那么一日之内 就是今天了 是一度暴涨九成 对比2块9的一个招股价 是飙涨了六倍 那么现在最新报价是15块08 那西马其实是做眼科的 又是这一个马化腾的一个概念股了 未来还说将进一步拓展 大陆业务 那就比较有兴趣的知道 其实整一个眼科 在大陆的业务情况是如何呢 有没有相关的A股公司 又可以推荐呢 好那么首先说一下 这个西马眼科的一个股价表现 那么现在很明显 已经是超出一个 基本面的分析的一个角度了 那么它呢 也是比较偏向于A股化的一个公司 那么其实强调的就是 它拥有比较好的 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溢价 那么这呢 对于一个一般普通投资者 在难以看清对方筹码的一个前提下呢 还是建议去不要去追高 那么就当看一场戏都可以了 那么就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现在这个适应率方面达到了两倍左右 那么意味着未来五年都在持续 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升速的一个水平 那么即使现在这个规模 这个体量相对比较小 那么未来呢也不排除在这个 马化腾这个腾讯的一个加持之下呢 它这个规模可以不断扩大 那么毕竟现在只有100多亿的一个市值 相对来说呢 我们内地的还有一只叫爱尔眼科 那么当然它是一个规模最大的一个眼科公司 那么它呢是有500亿的一个市值 那么现在当起来看不能直接这样去对标 那么还是要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关注 如果你确实对这个眼科方面感兴趣 那么毕竟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标的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地方面的一个叫 爱尔眼科的这个个股 那么它也是属于一个传统的一个蓝筹 那么每年的一个增数 也是达到30%的一个稳健增长 那么这个眼科方面呢 虽然说它的一个技术性 没有说技术性的一个东西 是可以比较容易复制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一开始呢 是要不断的扩展这个市场份额 才能够这个带来后期的一个 溢价权的一个提高啊 那么这个公司就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看到这个股价方面的表现呢 从17年的6月份呢 在整体这个买蓝筹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不断的一个走高 那么最近主要还是受到这个西马眼科 在这个港股上面受欢迎的一个刺激呢 是在走了一轮的一个声势 但是呢这个买入的一个量啊 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放大 那么这呢还是一个短期 属于一个顶部的投机 最高的一个风格多一点 那么也是需要去规避这样的一个 追高动作了 那么其实眼科市场呢 也属于一个医疗保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在大陆的这个市场上 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去发展的 但是对于这一只个股呢 可能我们还是暂时保持关注会比较好 那么这个爱尔眼科的指数是 这个编号是30015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保持关注了 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莽聊到这里 上述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